如果再给珍妮一次机会 她一定会堵住极端粉丝 去碰瓷CL的嘴 这尴尬的一幕发生在2018年11月12日 当天珍妮发现了自己首张单曲Solo 旧火速登顶了40个国家的榜单一位 还创造了女SoloMV 首日播放量最高的记录 喜不自禁的珍妮粉已经在大肆庆祝 然而就在这时 Tone and One的队长CL 在社交平台上暗戳戳的发了一句话 你不会期望兔子杀子老虎 还在评论区补上一句 只有多拉兔子可以 联想到夕日里CLYG一姐的身份 这句话突然变得因为深长了起来 不少珍妮粉瞬间混聚在评论区里 指责她这样发文太没水平 还钻溜溜的问CL是谁 没听说过 最后留下了仅起扎心的一句 珍妮比你年轻漂亮 你只配用快餐店的免费WiFi CL也不是什么好评器 直接回对 你说的对 为你鼓掌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在猜测 CL是不是真的对后被珍妮颇有微词 事实上 完全是粉丝的疑心病在作损 当天除了是珍妮Solo的日子 还是CL的队友 朴山多拉的生日 而众所周知 兔子就是朴山多拉的宁称 CL最开始那句话 完全是轻声暗号 这场口水战最终不了了之 但同时也给不少人心底留下一问 真的是时代变了吗 竟然有人不知道 2N1的队长是谁 我想对此最为直观的回答是 Blind Pink那首 《像最后一天》那样 《青神士2N1》 准备在2016年发的歌 还曾录过Demo 之所以没能发行 全都是因为YG社长 杨秋花的强加阻拦 哄骗讯约只为雪仓 同思YG社长的CL 为什么能获得一片叫好 2018年7月 YG社长杨秋花 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组Blind Pink的杂志宣传照 紧接着还发了前家艺人 胭制员录音的消息 本来老板宣传自家艺人无可厚非 但杨秋花偏偏露下了 和粉末拍了同一组杂志的CL 已有故意之心 果不其然没多久 CL就在下面评论 那我的呢 老板请回复我的讯息吧 此言一出 有人迅速闻到了话语间的火药味 疑似是CL打响开心YG的第一枪 有人劝他不要走 他毫不留恋的直接回怼道 那你自己待着吧 为什么CL会和YG走到这一步 那还得从204年飘春 卷进 寂妙风波说起 组合因此事受到民众抵制 形成全部搁置 直到两年后团体解散 YG东未曾再给他们出一张专辑 于是在此期间 CL开始了美国行程 而他在美国的领路人就是 艾利安娜·格兰德·加斯汀·比伯 坎英伟斯特的经纪人斯库特布劳恩 有这样的人脉作证 CL正式发行的第一支单曲 Hello,Bentress就广受好评 然而 就在准备发专辑时 却被杨雪花以专辑完成度 还不够为理由 将其发专计划搁置 导致上升期白白浪费 你一定听过 假的听笔布 Fit的这一首 Let Me Love You 其实这首歌是在2015年 为了CL而振作的歌曲 但因为杨雪花的阻拦 最终未能成功发行 这还不算是杨雪花 让CL最狠心的事 YG社长有多绝情 才能让CL从电视上 得知自己的团体被解散 将时间线调回到2016年 当时云图N1 已经着手准备 最后一张专辑的筹备 然而 公司冷冰冰的通稿 无疑宣告 2N1 已经成了公司的妻子 为了向粉丝告别 CL从自己准备 发行的美国专辑中 选了一首 GOOD BY 兼选了韩文天词 最非将其作为 2N1 发行的最后一首歌 CL在团里 年纪排行老三 多数时候都是妹妹的角色 多数时候都是妹妹的角色 然而她却成为了这支队伍的主心骨 这首歌既是告别 也是祝愿 对于云孔敏智的离开 她表示理解 六年没有个人活动 放到任何一个艺人身上 都会想奔向更好的前程 但就像CL在歌词中写的那样 别离开 直到我们再次相遇的那天 她一直没有放弃 RUN2&1合体的机会 2015年 团队因恶平陷入低谷 她利用自己单曲成绩 将组合带到妈妈压州出场 今年也以同样的方式 将2N1带上了客气啦 她曾说过 哪怕解散后 也想成为队员依赖的对象 在今年 她不仅做到了 还和粉丝 兑现了再次相遇的承诺 这也许是二代团 最后的执念